哈囉大家好我們是黃師兄弟 我是薇薇 連續五年黃師兄弟頻道都擔任了 YouTube台灣年度十大熱門音樂影片排行榜的肩榜員 先給自己一個掌聲 趕快謝謝 各位觀眾你們可以趁現在按下影片的暫停鍵 現在影片的留言區留言你今年的愛哥 你覺得他應該要上榜 你想要把你的愛哥衝上去先留言讓我們知道 那麼呢還要跟大家說一下 今年年度能夠入圍的資格录像 本份資料由YouTube官方提供給我們的喔 那馬上就來歡迎今年的街榜員 是我們的鳳凰怪無心人 哈囉大家好我們是鳳凰怪無心人 我是小微微佳音 我是黎明 我是溫妮威妮 我是小兵運財真 還有我們差一點忘記介紹的哲哲 一坐在人家旁邊有一種就是 新成員 新成員 未看先猜 有沒有覺得今年哪一首歌必上榜 一周八天吧 不可以這樣不容疤 我們今年不會像五頭蒼蠅一樣 我們今年的遊戲規則的話呢 是會直接給你二選一 算是蠻簡單的吧對不對 我們會直接出兩首非常非常熱門 而且覺得是大家都聽過的歌曲 來賓們猜哪一首才是今年在榜上的歌曲 準備好了嗎 好爛 謹慎選擇喔 因為在看影片的觀眾朋友們猜錯了不會怎麼樣 但是你們猜錯了就會產遭乾冰槍的懲罰 好了第十名請出題第一首 黑人李葵寶貝在幹嘛 寶貝在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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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的話是木星人的 木星人在幹嘛 木星人在幹嘛 幹嘛幹嘛幹嘛 你想給我寶貝在幹嘛 想著留給你自己掌握 笑著留給你自己掌握 來喔 來賓請作 雜餐 三 二 我寶貝一次 剩下你們的答案 我寶貝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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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名上榜的歌曲是 木星人的木星人 OK 進來 真的耶 首張單曲就入圍的木星人 在YouTube累積了近80萬的畢業數 也在2022年百家爭鳴的短影片市場中 國下獎項 風格多影詭諧 早上女友的互動 身受年輕世代的喜愛 那其實我們剛剛另外一首 聽到寶貝在幹嘛 是在短影片上面 就是一陣風潮 可以進榜真的超級強 進榜一定十名 以往的經驗的話 OK 這樣我大概知道玩法了 知道了知道了 就是我直覺那個會的話 就是才另外一首 那我們就馬上來進入第九名 第一首是周杰倫的倒影 另外一首是KITCH KITCH 這個很新耶 最近才出的耶 是吧 可是它短短時間如果衝上破衣的話 台灣人應該也會看得出數千萬 這首歌滿多人在模仿嘛 就是KITCH KITCH 5 台灣人究竟比較愛聽哪一首呢 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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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萬 我跟你說我真的相信問你講的 你覺得是什麼就猜另外一個 你覺得是什麼就猜另外一個 你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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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2 我覺得你們很毒欸 你們都出這種的 我心裡覺得是黃色所以我要猜藍色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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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來賓請做答 唉唷 不一樣不一樣喔 不一樣喔 上榜的 恭喜我們的 Either 這裡 瞄準這裡就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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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沒有對過 那我不經意的就這樣轉過來了 喔 怎麼會這樣 我不知道 他剛剛在諷刺我耶 怎麼會這樣 怎麼樣 Either的Allergy MV上限不到一個禮拜 觀看就突破2000萬 開頭也有跟主打歌 Quinn Card做呼應的小彩蛋 還不知道的趕快去收看 好了再來就是我們第七名的題庫請出題 第一個是Somi的FastFord Fast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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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是Sevensyng的孫悟空 這首歌 假抽我聽過 哇塞 兩個都很強耶 而且這兩首歌的舞蹈都在Reels啊 然後Youtube Show啊 端影片上面 非常多人在Dance好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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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請作答 喔 欸 喔 我覺得我又是你頓 怎麼樣 你不要懷疑自己 你覺得這不是他對嗎 怎麼這個感覺是成這樣四 就是他對啊 那我們看一下第七名的正確答案 讓我們恭喜 7-Zinn 瞄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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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張迷你專輯主打歌 Super孫悟空 MV只用了短短77天 打破自身Youtube的播放量破譯的最快紀錄 來第六名的題庫請出題 第一個是甜柱 我們的7 這兩個太難了吧 另一首也是他的歌是3D OK請作答 這兩首歌都有Face不一樣的歌手 非常厲害 來喔 請作答 全部一致 7-7喔 7比較早出 3D比較蠻粗 第六名 入榜的 恭喜 沒錯就是7-7 全答對 答對不用噴 該不會要噴我吧 好我們再來就要揭曉到前五名了 前五名的這個榜單越來越激烈 而且是保證每一首真的都是 非常的難猜 第五名請出題 第一個呢 是我們的New Gin 哇 哇 哇 再來一樣是我們New Gin's的 Oh My God Oh My God 這 這不是應該兩首都上榜的嗎 啊好難喔 是不是這應該是兩首都上榜喔 只有其中一首歌上榜喔 我知道了 只有其中一首上榜喔 我知道了 請揭曉答案 喔 Super Shy Super Shy獲得了比較多的票數耶 你有搞不好是對的 有搞不好是對的 有搞不好是對的 第五名真正上榜的是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噴起來 Oh My God Oh My God 什麼會想要再跟他們當中 變不一樣的權相 不知道他出就這樣嗎 真的 真的 欸是不是他有邏輯的 因為是先出的吧 因為Super Shy的上升日其實是7月7號 但Oh My God是1月3號 可是他們的觀看數字 分別是1.3里跟1.9里 所以其實Super Shy的在觀看數字上面 衝得是非常非常選手 那應該是明年的啦 明年我們的菜市 明年 出道一名多就發行許多 化智人口歌曲的怪物新人 Nude James第一支出道專輯 在線上串流平台播放量 就突破10億 歌曲OMG也在短影片上 形成一股Power旋風 第四名的題目請出題 Easy Kate 再來是I am I am 這個也很難耶 記得這兩首MV都非常厲害 我飛機上面跳下來這個片段 應該在Rail上面看過 這怎麼選你看看 5 4 1請做答 一致欸 自然是一致就毫無懸念了 第四名 恭喜就是I am I am I am MV在YouTube上架不到 一天就擁有近1500萬觀看次數 團員們歌唱的硬實力 使整首歌聽起來更振奮人心 為什麼會唱阿萱這首 我自己是覺得好像也是比較早出 時間確實是比較早 而且他的觀看數字也是比較高的 因為I am的觀看數字是1.8億 可以的是6736萬 他尾數給我就好 我就很開心 我們馬上就要進入最緊張世紀的 目前只有一首中文歌 第三名的題目請出題 50-50 你看這個很難這個超難 再來呢是I的Green Card 有答案嗎 有 他現在故意跟我聊天 然後等一下變321 一請做答 唉唷全部都是Green Card 你覺得他一定會在前三 對 看來台灣人比較喜歡的是 Green Card 贊兩手 哇真的是很不得了 真的是贊兩手 因為畢竟還有兩名還沒有揭開 我還不能講我的感受 第二名 那I的零感覺得是日文 因為今年那個我推的孩子很紅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第二名的題目請出題 這是劉阿蘇比的 Idle 這很難耶 不管怎麼樣這次選Idle 再來是阿斗的秀唱 阿斗這個也很強耶 阿斗很強 這個我覺得要看日期難得就錯了 可是在這個萬聖節期間的Universal 這個環球影城的時候 是全部的人都會在跳 都在播放 我在想是不是那個是 就海外比較紅一點 然後左邊是台灣比較紅 喔 對啊你們要猜的是台灣比較紅的喔 金頭票 唉唷 一次都是Yowasobi 緊張緊張 上榜的是 不會是魔妃定律吧 Yowaso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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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wasobi的IDOL打破日本歌曲觀看多項紀錄 各位六門漏漫 我推的孩子的片頭曲 快速在網路平台穿紅 也帶起一陣一道旋風 就沒有那個分歧點 就沒有那種就是輸贏的感覺 是因為它搭配劇是真的蠻強的 真的很強 搭配這個動畫真的很強 而且我做的孩子好看 好看 本年度2023年 台灣人最常收聽的一首歌 很快第一名還不是華語吧 冠軍喔 這個冠軍 就是其他首歌真的很強 大端影片的市場真的很厲害 第一名請出題 哇 真的不是中文耶 Flowers 再來是Jisoo的Flowers 唉唷 這個你看 一致的動作 就聽到那個選品沒辦法 直接被控制 那我想要這一題 給你們加一個小小的東西 什麼 讓透露一點的東西讓你們知道 你這樣講的感覺有沒有 太快了 Maii的Flowers 有6.4億的觀看 Jisoo的Flowers 是4.3億的觀看 它2億的觀看 那昆尼你這首如果打錯的話 就有點灌噴完 就敢了 好啦那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本年度2024年 來賓 來賓請作答 一致耶 二選一果然 太簡單了啦 恭喜Jisoo Blackpink成員制宿首張個人專輯主打歌 Flower MV上限8小時 又突破2000萬 開花舞更是成為熱門的cover舞蹈 拜後時間 Ider和Nude怎麼沒有上呢 舒華美得要死耶 怎麼沒有上去呢 還有哪一首 你這次要撿進去還是出去 撿進去啊賽孟啊 因為我覺得遺珠之憾 對我而言是這首歌啊 我聽得超多次 我不是想說應該會在上面啊 還是它是去年開始 所以它去年就已經爆我們播了 對 那今年各位觀眾 有沒有你喜歡的歌曲在榜上呢 那如果有了的話上榜了 不妨就再去聽一次 最重要的 要去認識的是誰呢 是我們的Boom怪物心人的MV 請大家支持一下 我的一週八點也可以聽一下 還要聽一下比 請問哲哲的個人分數是 有分 請問小微的個人分數是 跟林怡的個人分數是 跟林怡的個人分數是 喔 請問溫妮的個人分數 請問小畢的個人分數 恭喜林怡獲得今天的冠軍 好的 以上就是今年2023年 在台灣的YouTube 跟我們音樂影片拍攀榜 那我們非常感謝Boom怪物心人 陪我們一起來接榜 那我們就 希望明年再見 我們就讓我們說給溫妮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希望你們明年你們兩組可以上去 好像帽子喔 你看 真的 就是可以 沒有骨膚喔 會不會太多